明星在荧幕前展现出来的都是星光闪耀,光线亮丽的形象,可私下里的明星是什么样? 你知道吗?今天我们来看看邓伦小哥哥在私下里的可爱模样吧。 邓伦在《爸爸去哪儿》中间写真实的一面,忙完一天的时候在帐篷里,对着摄像机扮鬼脸。 这个举动真是圈粉无数啊,可是我想说哥哥,请把你的偶像包袱捡起来好吗? 哈哈,邓伦排到消灭,前一秒还显示淡淡,后一秒,扑姿,原谅我笑出了声,邓伦你已经长大了,不是小孩子了,居然想小朋友的冰淇淋。 果然是邓三岁,忍住不能笑,私下里坐过山车,吓到变形有木油,说好了邓大胆了。 胆小是你唯一的缺点吗?可我还是好喜欢邓伦对辣条,那可以迷之偏爱,去机场的路上,当伴郎时,节目里,电视剧中,随时随地都在吃。 哥哥,你是天天藏了辣条在包里吗?看到骂思纯吞拳头,自己也迫不及待的吃了一下,你忘了你是小胖手了吗? 说好的机车男神呢,你以为是这样,或者是这样,现实中却是这样,呵呵,狙击不好没关系,我们还可以安心告事耶,本宝宝做饭可是一流的。 私下里的邓伦是不是很可爱了?这样真实的邓伦,你们喜欢吗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